嗨 你还好吗 我是诚意 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诚意 里面有我更多的节目和欢喜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承蒙关照 余生 还请多多指教 有句话是说 女人的死心 从来都不是一件心血来潮的事 当所有的失望堆积起来 最终会在沉默中爆发 没有声音 没有吵闹 就这么静悄悄地放弃 爱情 终究是一条不归路 当我们开始认识的时候 我们的关系如同一张白纸 只有一支铅笔 而没有橡皮 你付出一些 我也奉献一点 好的坏的 都统统刻印在了 这张白纸上 每走一步都是一场无法回到过去的铭记 当一个女孩 当一个女孩 足够失望的时候 当她对你的要求 逐渐又 算了 这两个字取缔的时候 就不再回头了 是不勇敢吗 是害怕受伤吗 是怂了吗 或许都不是 当我爱你时 可以轰轰烈烈 不计较所有得失 可当失望攒够 心中早已 将你定义为 一个错的人 也学会用理性去取代感性 不会再做错的决定 你有你的执着冷漠和优柔寡断 而我也有我的潇洒利落 这时候我会在心里面 将你这个名字画掉 跟陌生人一样 这或许是每个人在爱情面前 最后需要坚持的一份勇气 我很欣赏我一位朋友 她是那种在爱情里 可以做到特别的酷的姑娘 在一起时 她可以奋不顾身 但知道是时候离开的时候 她也能果断地 将自己抽离 毫不犹豫 前段时间 她跟一个特别帅的男孩 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暧昧 因为两个人在工作中有对接 经常一起出来 走得越近 两个人的关系 也更暧昧了 即便是没有确定关系 但有时候两个人的举动 跟热恋中的情侣 没什么两样 后来四个月过去了 男孩对待这份感情依然模糊 他意识到 自己要的是爱情 可他要的不过是一份暧昧的感觉 那晚朋友喝了很多酒 发了条微博 其实 喜欢你 不过 结束了 总之 不后悔 最后 过去了 他 虽说 被对方纠缠不清的态度 被对方纠缠不清的态度 折磨的每晚 都熬夜 当着他的信息 可能你也在一段 看不到希望的爱情中 漂浮不定 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如果在一段关系中 只有你一个人的努力时 那就别折腾了 谁还不是个小工具 凭什么我要一直被你暧昧下去 凭什么我的爱 在你假装视若不见的时候 还继续为你拼命付出 凭什么明明两个人的关系 偏要我一个人 演着独角戏 人这辈子做过最疲劳的事情 就是频频回头 一个人在使劲 也维持不了两个人的感情 你忙着靠近 他忙着走 跟消耗你的人在一起 只会阻止了你努力的进度 更被对方耽误了你的青春 所以 该算了的时候 还是算了吧 放开错的人 身边才有空位 留给未来 对的他 感谢观看 有什么不敢对我说 其实我都懂 只是不忍触破 用全力双手紧握 却也被挣脱 怪天真的你 和不成熟的我 从你眼中摸过闪躲 其实我都懂 只是不忍触破 太纠结 所谓对错 只会更折磨 谁比谁最弱 不都得过结果 如果你从不曾爱过我 又为何会难过 学会了执着 学不会解脱 倘若我再多一点洒脱 用笑容带沉默 把遗憾满心窝 从你眼中摸过闪躲 从你眼中摸过闪躲 太纠结果 太纠结 所谓对错 只会更折磨 谁比谁最弱 不都得过结果 如果你从不曾爱过 如果你从不曾爱过我 又为何会难过 学会了执着 学不会解脱 倘若我再多一点洒脱 用笑容带沉默 用笑容带沉默 把遗憾满心窝 如果你从不曾爱过 如果你从不曾爱过我 如果你从不曾爱过我 又为何会难过 学会了执着 学不会解脱 倘若我再多一点洒脱 用笑容带沉默 把遗憾满心窝 词曲 李宗盘 农先生,李宗盘 曲 李宗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